HELLO 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看足球說故事 今天又是 我又突然出現了 我姊哈特 歡迎歡迎 本來你就應該要出現 跑去哪裡了 不能每一集都是我這樣子 那幹嘛要每一集都有我跟芒果 我們自己走開齁 你們不要受歡迎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是小人 老闆不能每一次都出現 那把事情丟掉 不是這個問題 先介紹一下嘛 要是你們那個林鄭 林鄭脫逃 香港人聽到林鄭有沒有 就覺得一陣業務 不舒服 漫髒話 但是剛好就是 那你叫鄭林好了 好 就鄭先鋒跟李偉廷 大家都是老朋友 也是非常有名的主播跟球評 今天我們 看一下 一個 世界大國 大國 大國 強國 正正的強國 講一下他的足球 就是 美國 偉廷有播過MLS嗎 沒有 就 別的 美國其他都沒有 其他的運動 大概都播過 但 還真的沒有播過MLS 當時我們在博斯 因為我常常播美職的時候 會看到你 沒有 防守範圍不一樣 都去播別的東西 因為他其他的都會 這一個就不用過來了 這個就交給博斯四小龍 這叫 四小強 我們是小強 所以你們是小強 你們是小強 對啊 這就打不死 然後 MLS當然是芒果 現在播最多 對 現在每週基本上 這個都是我最大的 我們防貸感謝你 因為我們 時間關係 其實我已經沒有播球 快兩年了 所以現在就 其他的生意太忙 其他的工作太忙 而且小生意 這是什麼都要 機會給我們了 謝謝 不是 剛好就是這樣子 不過 美職其實我自己 有留意了很多年了 對 我知道你很喜歡 很多年前就很喜歡 因為剛好在美國世界杯之後 就94年 美國世界杯 只有96年開始 第一屆的MLS就出現 那個時候我開始有留意 直接留意了 沒辦法看 我記得香港大概是2004 左右 開始有轉播美國的 那個時候 我有看過 兩三年 但貝克漢去的時候 我已經在台灣了 也沒辦法看 貝克漢的時候 只能偶爾看一些精華 我還買一些DVD 最近這兩年 就 主要是你 他 美職大聯盟 比起其他國家的頂級聯賽來講 他踢人工草地的機會是高的 他人工草地的機會是高的 為什麼 因為他很多球隊 他的組場很有可能是跟一些 美式足球的球場去共用 所以說不知道為什麼 他為什麼 像西雅圖海玩者 他們的組場 就是人潮 那我不曉得 韋庭哥 他不是用西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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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職業足球大聯盟 其實很有趣的一點 就是他很多場地 在那個球隊 他還沒有建造自己的 真正的專用足球場之前 他很多是跟美式足球場去共用 可能跟大學的 跟NFL也有 亞太蘭大那個就是 因為他的老闆 就是亞太蘭大獵營的老闆 同一個老闆 所以他也是用冰式球場 對 用冰式球場 所以說那時候 一開幕我說 哇 足球又這麼好的足場 就是超級杯等級的一個球場 超棒 因為那個足球場很漂亮 因為他晚上 那個又行 對 一打燈 那個天頂 那個感覺還會動 又很像一朵花在那裡 真的很漂亮 那個球場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還有這一隊啊 這一隊是陽姬球場 對 這個也是很特殊 棒球場 就是在棒球場踢球 一個無形耶 陽姬也是球隊老闆之一 對 所以說今年就出現 因為有疫情 當然疫情是很悲哀的 但是今年是看不到 但是出現一個永續的狀況 就是當時MLB在打季後賽的時候 陽姬在打季後賽的時候 陽姬的足球場 他的棒球場 他在踢足球 那天就是陽姬的足球場 在踢足球 然後他的棒球隊是足球場 表面表定上的足球場 就在別的地方打季後賽 是這樣子啊 對 就剛剛好 把陽姬逼走啊 不是不是因為大聯盟 今天大聯盟因為疫情的關係 沒錯 所以說他們只有在第一輪的時候 是在各自的一個主場 主場舉行 到了第二輪以後 他們就是集中到泡泡裡面去打 也是一樣 就是兩個場地 國聯跟美聯各自一個場地 對 來打這個季後賽 因為美聯的那兩個分區系列戰 就是到南加州去打 然後國聯 對 聖地亞哥跟洛杉磯 然後國聯的那兩個系列戰 他們就是搬到德州 去Houston跟達拉斯去打 對 那每次足球也是嗎 沒有 足球就在一樣技球場打 對 足球就是在 每次的話就是在各自的主場 對 沒錯 但是他們在之前的話 他是像NBA一樣 他們為了找復賽 他們其實等待下去 因為三月的時候就已經停了 對 然後一直到 我記得是到六七月的時候 七月的時候要復賽的時候 他們先打一個所謂的回歸杯 就是這個 LMS的 LMS is back 就是回歸杯的比賽 先在奧蘭多打 那個場地其實就跟NBA 就是同一個場地 所以他們比NBA 稍微晚一點復戰 對 幾乎是同時 我那時候還印象中還很深刻 就是 我早上的時候 我手機打開還可以看到NBA的比賽 那可是在他的隔壁場 就是 旁邊的草地 就是打完 那邊的足球 那背後就是在比賽的NBA 其實是同時的 對 然後他在裡面打一個所謂的 回歸杯的杯賽 那還是有跟世界杯一樣 就是先消毒賽 然後消毒賽打完之後 在晉級的球隊打 淘汰賽 是有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配置 那只是說他們也 因應所謂的疫情 他們也做一些賽程上的調整 他們也想說我打一個回歸杯 雖然說我是為了疫情 我必須集中管理 讓他是好 就是不要再爆發 讓他可以繼續打下去 但是他也是 把那個賽程部分 是放到的 就是勝負 像我的淘汰 預賽的三場消毒賽 他的成績是要算的 他要算在後面的例行賽成績裡面 然後後面整個例行賽再縮短 所以說他們LMS 他們今年的球技會變成這個樣子 那後面還是會有季候賽 所以球技會縮水 會縮水 大概縮 其實縮的不多欸 他縮的應該是 應該是跨區的球隊的對決變少了 對 那縮水大概縮了三分之一吧 所以說我覺得LMS其實 比起棒球來講 縮水算是不嚴重 那在我們2016年 我記得我們在開始播的時候 那個時候剛好是紐約城 對 然後懶多成績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沒有那麼多隊啊 沒有現在很快 他那時候兩隊進來以後 就是沒有的 所以說變成有20隊 然後在這中間其實就加蠻多的 對啊 亞特蘭大聯隊 然後LAFC 民尼蘇達聯隊 星星納提FC 是 這些球隊 有的球隊是很強的喔 像 LFC那個一進來就準備要拿冠軍 不是說我是 進來我是新軍耶 像亞特蘭大聯隊 就 2018年就拿到 MOS Cup的冠軍 所以說其實 他們對足球的這種支持 我是 有點嚇一跳 因為 你進來其實 是要交保證金 保證金很貴 每次運動就是這樣子 你要給聯盟保證金 你從20年 從 2016年到現在 2020年 增加了6隊 那 聽說啦 可能在 接下來5年 應該會增加到30隊 就跟MLB一樣嗎 對 沒錯 所以說我覺得他們 這個市場的蓬勃 讓我有點嚇一跳 嗯 就是美國人做事情一樣 可以做得很好 很可怕 他們不只是很好而已 我認為 像大家不是說 在講說什麼突出殺我嗎 那韋丁哥應該知道那個 賓士汽車體育場有多大 嗯 結果 每次那個亞特亞 南大聯隊一出場 沒有體育場 真棒 其實 美國的足球 我覺得 他們已經慢慢的 慢慢的 脫離了那個 早就已經脫離沙漠 因為 其實在我在美國那段期間 我是在93到96年 在美國 在那段期間 其實足球在美國 你就已經看到那種 發展出來的椅子 很多的 很多的 那種 美國有一個 有一個名字叫做 Sucker Mom Sucker Mom 這個名字 那個時候帶有一點點貶義 因為那個時候 踢足球的 被認為就是 在住在郊區的白人小孩 那這個Sucker Mom 就是專門負責開 那個休旅車 然後呢 載小孩子去那個足球場 那個練習 那種意思 那就是說 那種意思就是說 對小孩管得比較嚴 非常關心小孩 然後整個生活的重心 就是以小孩為主的那種媽媽 但現在 已經不再只是那種 郊區的白人小孩在踢球了 你可以在足球場那邊看到 各種膚色的小朋友們 有白有黑有黃有拉丁人 什麼樣的人都有 所以我覺得足球在 在在在美國已經變成一個 非常普遍的運動 那像我們在錄的這一天的時候 那個到期那個世界大賽 美國只報的世界大賽 已經打完第一場 對 第一場比賽到那個先那個 到期的勝利投手 叫做Clendon Kershaw 對 Kershaw小時候 大家知道 他的第一個運動 不是棒球 是足球 是足球 踢足球出身的 很多的 美國的小朋友小時候 其實是什麼運動都玩 足球通常都是他們在 他們的那個 那個 這個武器當中 重要的選項之一 很重要的一個選項之一 因為足球的腳步 是他未來都是各種運動 非常好的一個基礎 嗯 的確喔 那其實我看到 我在播這兩年的MS 我看到另外一個 我覺得蠻有趣的 大家如果印象中 有看過一部電影叫做Go 就是那個疾風禁區 其實疾風禁區 他就是完全 我們事後 我現在回想起來 他真的是用一個很美國的觀點 一開始的時候 現在美國人很多都是拉丁裔的去看這個足球 非常多 他們對於足球很狂熱 這個部分很有意思 所以說 你去看像亞特蘭大的那個主場 那個賓士機車體育場 他在滿場的時候 一照過去 很多都是拉丁裔的球 然後你看在加州來講的話 為什麼洛杉磯銀河 已經有這樣一支球隊 你後面還在創一陣LFC 在Downtown裡面 我其實也跟他們在當地 有很多很多拉丁裔的球迷 是有一些關係 對 因為他們 美國人其實真的 拉美對於他們來講 還是很重要的一股移民的力量 的確 所以說足球其實這個運動在美國 它是 也是凝聚了很多 人的一個心 只是說他可能不是我們表面上看到那些 那種白人啊 黑人的美國人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 美國足球應該還有很多東西可以講 而且很多球星可能大家 忘了 其實在美國可以找到他們 對 我講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大家還記得嗎 那個阿根廷的前國獎 一瓜一 我以為你要講阿布 那個一部 那個呂布了 呂布現在不在美國 沒有 呂布去年在美國 對 其實在美直現在有很多 還是很不錯的球星會到美直去踢球 那 回過頭來講 我要講另外一件事 就是說美直現在其實是成功的 不只是他會找一些退休的有名球星來踢球 那這幾年來講 我認為他已經變成 很多的拉丁美洲的球員 南美的球員 他選擇 要去歐洲踢球 如果他沒有辦法過去的話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重計站就在美國 嗯 我覺得他是抓到一個很好的定位 所以說這個 目前的美國職業足球的發展 我覺得會非常的快 所以我覺得這個 美國足球的故事 還沒講完 超多的 這個季後賽全部打完 我們再來回顧一下 對 好不好 好啦 這一次差不多時間了 希望大家喜歡 好啦下一次再見 拜拜 拜拜